牙周病的成因 牙周病是由牙菌膜引致的慢性疾病 影响牙齿周围的组织 包括牙银、牙周膜以及牙躁骨 牙周病有不同的程度 轻微的是牙银炎 俗称牙肉发炎 严重的是牙周炎 牙菌膜是粘附在牙齿表面的一层细菌薄膜 牙菌膜里的细菌会引致猪牙和牙周病 如果拆牙的时候 未能够彻底拆走这些牙菌膜 牙菌膜就会积聚在牙银边缘 牙菌膜里的细菌会分泌毒素 刺激牙银以及牙齿周围的组织 牙银会开始发炎 变得红肿 拆牙的时候 牙银会容易流血 还会有口臭的问题 假如你有以上的情况 可能你已经患有轻微的牙周病 即是牙银炎 另一方面 如果牙菌膜长时间积聚 会被口水盖化 形成牙石 牙石的表面很粗糙 所以会令牙菌膜更容易积聚 以及更加难以清除 牙周病的过程 如果我们没有理会初期的牙银发炎 同时被牙菌膜和牙石继续积聚 发炎的情况就会伸延至牙根部分的牙周组织 这个时候原本紧附在牙根表面的牙银和牙根分离 形成牙周袋 那你已经有牙周炎了 由于牙周袋里面的牙根部分被牙银遮住 牙刷是拆不走那里的牙菌膜的 所以细菌就更加容易积聚 牙周病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了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牙根部分就会外露 牙齿看起来会好像长了 牙缝变大 同时牙齿也可能会对冷热变得敏感 当牙槽骨继续萎缩 牙齿就会因为失去支撑而变得松动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牙咬东没有力 如果情况持续 最终牙齿会松脱 除此之外 患有牙周炎的牙齿会容易移位 影响而容 对牙周炎患者 适当的治疗只可以控制牙槽骨萎缩的情况 停止恶化 已经失去的牙银和牙槽骨 是不可以生长回原来的位置的 大家要知道 牙周炎最可怕的地方 是它开始的时候不会觉得痛 有些人要到发炎引起牙瘡 甚至突然面肿的时候才会觉得痛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牙周病的治疗 牙石是不可以用牙刷擦走的 必须由牙科医生、牙齿卫生员 或者牙科治疗师用仪器将牙石清除 也就是洗牙 初期的牙银发炎是可以復原的 只要你每日使用正确的方法刷牙 用牙线或者牙缝刷 徹底将牙菌膜清除 以及去牙科医生接受治疗 不过最初因为牙银还是红肿发炎 所以无论是牙科医生 帮你用牙周探针检查牙银情况 洗牙或者你自己刷牙的时候 牙银都会流血 不用怕的 等到牙银慢慢回复健康 不再红肿 刷牙的时候牙银就不会再流血了 牙科医生会视乎你的病情 为你安排适当的治疗 不过只是单靠洗牙 是不可以预防和治疗牙周病的 最重要的就是靠你每日 彻底地去清洁牙齿 由于每个人的口腔情况都不同 牙科医生是很乐意向你提供 专业的指导和口腔护理技巧的 喔! 指导형 指导也沒有 对 演出一些用打字 指阳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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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